面的合制 通常咱们和面的时候 用面粉和糯米粉 面粉和糯米粉的比例是3比2 用开腿汤锅以后上体去蒸 蒸40分钟以后 这样给它揉合 这样就成了这个本颜色 就我手中这种颜色 然后咱们通常用的颜色比较多 像白颜色 还有皮肤色 蓝颜色 这些颜色的面 通常咱们用广告色 这样给它对出来 因为食品色素 颜色比较单调 今天咱们做这个面色 主要是用来做菜肴的微边 所以咱们可以用广告色来给它代替 咱们通常做面色的时候 工具主要有压板 这样长方形的两块 主要用来做一些面片 还有一些压一些面条 主要是用的这种工具 再有一把就是射刀 一条烧尖 一条烧圆 这把工具比较主要 作为一些人的面部 比较主要的工具 再有一把剪刀 咱们通常用它来剪一些人的手指 还有一些服饰 用到这把工具 需要剪刀 再往下咱们用的是木术 就是小木术 咱们用它来可以加一些发丝 或者是搓一些 像珠宝一类的小球 可以用到这把工具 还有两种辅助的工具 像钳丝 竹签 面色的作品可大可小 如果做大的作品 咱们可以用一些签丝 或者是竹签来做它的骨架 起着定型的作用 大的咱们通常可以做到 10到20厘米高的作品 小的呢 做到3到5厘米高 这样的作品 就可以不用这些幅度的工具 现在签丝可以不用 当然咱们今天做的作品 就稍稍大一些 让大家看得稍轻 可以用到这些工具 诗情画意 这个作品抓住了书生的外部特征 重点突出了身着一席如衫 头戴一方关肩 手不视眷的风流倜傥义书生的形象 在可以适当的环境背景 正合了诗情画意的诗境 作品适合在同学聚会的宴会上使用 下面我们就来制作一下 首先咱们选一根猪签 在它的上面粘上一条纸 因为面呢 跟纸容易粘合 跟猪签不用粘合到一起 所以咱们把那个纸先给它粘到猪签上 首先咱们选用皮肤色的面 用一小块 大小像樱桃这样就可以 剩好之后 放到手里 将它搓成桃响 一段烧尖一段烧圆 把尖的这一侧 粘到猪签的顶端 然后折过来 再把它搓圆 搓成圆柱的形状 搓好之后 用拇指的侧面 在它的一侧压住下壳 压好之后 在它的两侧一面 这个压一下 这样做出头的外形 做好之后 把多余的面 捏到下面 捏到下面来 做出脖子 然后再用拇指的侧面 把头的位置 实际上再给修一下 今天咱们做这个是书生 所以它的下壳 稍圆 稍宽 这样头经做好以后 咱们用缩刀 在头高的一半这个位置 也就是头高的二分之一 横着给压一下 这样做出眼窝 搓好之后 再把刀放点 用刀尖这一侧 压出眼角 两侧一脉都给压一下 然后再用做刀的圆印这一侧 再眼窝这两侧 这样戳进来捏一下 做出耳朵 眼窝的方法向同 用刀在脸的中间戳进来 然后向上挑 这样做出鼻子 刀以后用一块面 把挑鼻孔那个位置给它添满 这样添满 添满以后 用刀尖 这样压出鼻子的外形 把下面多余的位置给它切掉 鼻子头在脸的中间这个位置 不要太长 做好之后 把嘴的位置用刀 我给它压平 少少给修光 剩好之后 腌脚这个位置 再用刀尖给压一下 把调起来这个部分 再给它压回去 用一块红叶色的面 这样做出嘴 嘴的用的大小呢 像小米粒这么大小一小块 用刀尖的圆液调下来 装到鼻子的下端 装好之后 在嘴角的两侧用刀尖 稍稍向上挑一下 戳出嘴角 让嘴角微微翘下来 切下来一条块 在手里面再戳成条 然后再给切成两段 用手再戳一下 戳上细条 这样做出眼睫毛 在装的时候 首先能够用 乳胶 在眼眸这位置 适当地 沾上一起 这样把眼眸能装到老虎一起 用刀尖也调下来 做好之后 用刀的圆液 实际上呢 向上来来调一下 眼眸会向上弯曲 这样做出发眼珠 做它的用量呢 比眼眸还要小一些 而且还得要短 这样做成 七条 两个大角要相等 做好之后 沾到眼眸的下角 这样做出 发眼睫 两色都要装好 做好之后 再做出 黑眼珠 切下来两小块 再搓成球 黑眼珠越小越好 不要太大 然后用刀夹 调起来 装到 半眼儿的上子 这样再粘好 这样再做眼珠 用刀的圆液 斜着给切出两条 这样做出眼眉 切的大小要相等 然后用刀夹 调起来 这样装到眼睛上 放到一块萝卜上 以免放到变形 把红颜色的面 这样反复的搓 搓成条 搓好之后压扁 压成成片 靠它的一侧 再用刀 用这压板的棱 压出一条线 做一下装饰 然后再拿下来 横着 从前向后 沾到头的上转 这样做出帽子 足够的位置 咱们可以用剪刀 把它剪掉 沾黑剪掉 然后再用一块红颜色的面 搓成桃形 从好之后压扁 沾到帽子的后侧 书上戴的帽子比较高 这样粘住一条块 沾用一条块 绿颜色的面 切下来一条块 搓成桃圆形 给它沾到帽子前端 这样粘好 下面再用一块 本颜色的面 用手为了搓成长条 一段烧尖 一段烧远 这样的追向 再沾到帽子的下道 过去的书生 穿的是长袍 所以咱们做的时候 直接的做出袍子的形状 下面是袍口 压入它的身体下端 直接做出袍子的形状 做出走路的姿势 前面一只脚脚要看出来 后面一个脚脚要露出来 这样一切一厚 做好 做出成形状 身体做好以后 再用一块白颜色的面 放到压板上 给它压成长条 压成面条 做好招 接下来 沾到身体下端 这样做出春袍 用白颜色 从前向后 把它包好 多余的部分 可以给它剪掉 装好之后 这样做出外形 下面多余的位置 可以包到下面 在身体的两侧 压出春袍上的纸 从上向下 这样也得赶过来 两边的方法相同 这样做出春袍上的纸 然后测成桃形 测好之后 给它沾到春袍的下端 做出斜这个位置 下面用一块绿颜色的面 再用手搓成桃形 然后放到压板上 加上土圆形的片 下面稍宽一些 压好之后拿下来 从后向前 这样包到身体上 做出桃子 就是它的衣服 从后向下也得包好 这样包好之后 用缩刀 在身体的三分之二这个位置 这样压一圈 在这个位置 一会儿积上腰带 放到压板上 搓成细条 这样反复地搓 一会儿积上一会儿积下来 先来切下来一小块 再把剩余这一块这个就搓细 搓好之后 适当面用压板压扁 这样做出腰间的小瓢袋 一手拿起来 在中间这个位置 这样做出蝴蝶结 先做出一个圆以后 从中间给它折过来 这样就可以了 做出蝴蝶结 做好之后 首先把腰带这个位置 这样给它粘好 粘好以后给它压扁 用手可以按一下 然后再把这个胶带 用刀尖调起来 震到腰带这个位置 做手的用料 跟它头的大小要清得 然后把这个面 粘到铅丝上 这样给搓成条 一段少细 一段少粗 粗的这一端呢 露出一块块铅丝 把细的这一侧 前段给它捏扁 然后用剪刀 这样剪出大拇指 在它的侧面 剪好之后 用缩刀 这样压住手掌 拇指这个位置 稍微向上推一下 比手掌要稍微高一些 压好之后 在手掌的前端 剪出另外四个手指 指甲给搓圆 稍微搓尖 这手的形状做好以后 手腕这个位置 稍微细一些 这样搓一下 这样做出一只手臂 做好之后 把两只手 按照身体的两侧 这样在头对下的两侧 搓进来 给它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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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搓成桃形,放到压板上,压成团形的片,压好之后,拿下来, 把尖的这一侧,朝上,这样把它粘到胳膊上, 粘好之后,用手捏到下面这个边缘,捡过来,和上面捏到一起,这样做出袖子。 头上就粘好,捡过来,做出袖子。 然后,再用一小块白颜色的面,搓成条,做好之后,压成片。 然后,再用一小块白颜色。 再用一小块白颜色。